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新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极简法则》 副标题是从苹果到优步的深层简化工具 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 每家公司都希望自己成为苹果和宜家这样的行业领先者 不断推出新产品 以富有创意的商业模式改变市场格局 但真能做到的公司是少之又少 公司如何能打造畅销产品 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 本书作者理查德·科克认为 关键在于运用简化策略 理查德·科克曾在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担任高级咨询师 之后他成为了贝恩管理咨询公司的合伙人 以及英国爱意凯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在咨询公司的工作经验 让他对商业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投资了一系列初创企业 每年的回报率高达20% 科克认为 简化策略能为客户和全社会创造巨大价值 是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麦当劳到宜家 从苹果到优步 那些最为成功的企业 绝大多数都是简化者 在本书中 科克结合一系列案例 分析了不同简化策略的效果 并给出了使用简化策略的具体方法 下面我会通过两个部分 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 什么是简化策略 第二 如何执行简化策略 先说第一个部分 什么是简化策略 作者把简化策略分成 价格简化和命题简化两种 价格简化是说 企业通过各种方式 将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至少减半 有时价格在几年内 甚至会降低90% 这种大幅度的减价 会带动市场规模 以指数形式增长 当价格降低一半时 需求量不是简单的加倍 而是会增长成百上千倍 甚至更多 企业的收益自然也大幅度提升 价格简化的典范是福特汽车 在1900年汽车的售价非常昂贵 远高于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 所以当时的汽车市场规模很小 顾客都是富有的绅士阶级 汽车工厂一天也只能生产几辆汽车 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的目标 是制造大众能够负担得起的汽车 他相信价格越便宜就能卖得越多 为了做到这点 福特采取了一系列手段 他找到了一种名叫梵钢的新材料 来替换普通钢材 梵钢不仅成本低 而且质量轻 可以降低汽车重量 减少燃油成本 福特还决定只生产一种型号的汽车 并对汽车的结构进行了简化设计 让汽车便于维修和更换零部件 这既降低了制造成本 也降低了顾客购买后的养护成本 福特在降低成本上最重要的突破 是发明了组装流水线的生产制度 福特建造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 对工作流程制定了详细的标准规范 并通过一系列传送装置 把零部件送到工人的面前 让他们组装 流水线制度大大降低管理成本和人力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些创新让汽车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 走进了千家万户 1905年福特汽车的售价是一辆1000美元 到1917年时已经降到一辆360美元 销售量也跟着迅猛增长 在1920年福特卖出了125万辆汽车 比1905年的销量增长了781倍 占据了62%的市场份额 是第二名通用汽车的将近三倍 说完了价格简化 下面来说命题简化 这是说创造出一种使用方便 实用性高且有吸引力的优质产品 命题简化的产品并不追求低下 常常价格更高 相比价格简化创造的大规模市场 命题简化创造的是小规模的优质市场 但因为产品价格和利润更高 也能获得很高的收益 在少数情况中 命题简化也会创造大规模的新市场 带来巨大的收益 苹果公司就是典型的命题简化者 从早期的麦金塔电脑到iPod播放器 再到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 都属于命题简化产品 早期的计算机操作复杂 要靠输入代码才能工作 一般用户根本不懂操作 而苹果的麦金塔电脑 推广了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 让普通人也能方便地使用电脑 大大开拓了个人电脑市场 之后的iPod和iPhone也是类似 靠着便捷直观的操作 强大的功能和富有美感的工艺设计 赢得了无数的忠实用户 虽然价格比较贵但大家依然愿意购买 这种持续不断的产品创新 让苹果拥有极高的利润和增长速度 2010年麦金塔电脑在全球电脑市场中 只有7%的份额 却拥有整个行业35%的利润 比其他任何电脑公司都高 而从2001年到2007年 在iPod的拉动下 全球便携播放器的市场增加了160% 苹果公司的市值从76亿美元猛增到1670亿美元 年增长率高达68% 到了2020年 靠着iPhone和iPad等产品的热销 苹果成为历史上第一家 市值突破2万亿美元的公司 这就是命题简化的威力 优步也是一个命题简化的例子 在很多大城市里 打车是个很头疼的事情 碰到周末或是下大雨就很难打到车 而且有些司机对路线不熟 常常需要停下问路 你永远不知道到达目的地 要花多久时间和多少钱 而优步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只要装个优步APP 绑定信用卡信息 下次你要打车时 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 就能知道出租车有多久能到 而且到达的车子 往往比传统出租车更干净更时髦 靠着车内的导航系统 司机也很清楚该怎么走 到达目的地后 信用卡会自动扣款 省去了带现金零钱的烦恼 此外 优步的每个司机都登陆在侧 会有用户评分显示 这也让人更有安全感 对司机来说 优步缩短了在街上寻找乘客的时间和精力 增加了实际运营的时间和收入 优步在2010年上线 增长速度非常惊人 到2015年底 估值已经达到了700亿美元 年收入超过20亿美元 那时优步成立才6年 这个业绩可以说相当出色了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 无论是价格显化还是命题简化 都可以带来巨大收入 实现企业的高速发展 那么企业应该如何判断 自己适合哪种策略呢 我把书中介绍的判断方法总结成三种 第一种方法是寻找市场空隙 采用和市场领导者不同的策略 如果当下的市场领导者以品质著称 拥有很强的产品竞争力 那我们没必要和他正面冲突 可以看看市场中是否有价格简化的空间 如果能想出将价格降低一半的方法 就可以尝试进行价格简化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可口可乐在碳酸饮料市场 占据着绝对优势 即使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 可口可乐的销量和利润也依然在增长 面对可口可乐这样深入人心的品牌 百事可乐的管理者意识到 普通的宣发手段起不到作用 只有靠低价才能拉到新顾客 可乐的主要成本在于贯装和配送 百事可乐通过对包装和制造流程的改进 最终将价格降低到了5美分12盎司的水平 正好是可口可乐价格的一半 百事可乐在全国大力宣传自己的价格优势 口号是只需5美分却有双倍的可乐 这个低价策略取得了很大成效 到了1940年 百事可乐已经占有美国软饮料市场的10.8% 大概是可口可乐的五分之一 虽然比不上可口可乐 但抢下了相当大的一块市场 改变了可口可乐一枝独秀的市场格局 反过来说 如果当前市场领导者走的是低价路线 虽然市场规模很大 但是缺乏高品质的产品 那我们就可以尝试命题简化的策略 前面说过 在1920年 福特汽车依靠价格简化 成为了美国汽车市场的领头羊 面对强势的福特汽车 时任通用汽车副总裁的 埃尔弗雷德·斯隆 没有去打价格战 而是选择了命题简化策略 斯隆对通用汽车旗下 五种不同型号的汽车 设定了不同的定位和价格范围 面向和福特汽车不同的细分市场 比如入门级别的雪佛兰 定位是比福特汽车 更好一些的替代品 最贵的凯迪达克则是高端豪车 通用特别强调 型号之间的外观差异化 让汽车能够反映出 顾客的品位和个性 而福特认为 汽车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 并不考虑顾客的自我表达需求 此外 通用还为汽车加入了 齿轮变速杆和减震器 让汽车更容易驾驶 这都是福特汽车没有的配置 通过命题简化策略 通用汽车吸引了一大批 追求优质产品的用户 并在1931年超越福特汽车 成为了汽车市场的领导者 选择策略的第二种方法 是思考企业在哪种策略上 更有优势 同一类的简化者 会采取很多相似的手段 比如选择价格简化的企业 一般会重新设计产品 更换原材料 减少中间流通环节 而选择命题简化的企业 会让产品更便捷更实用 同时兼具美观 让用户在使用时感到愉悦 管理者可以想想 自己的企业擅长哪一类手段 你有精通压缩成本的员工吗 还是说你的员工更懂得 设计好用的产品 与此同时 管理者还要考虑 就算自己的企业擅长某种简化手段 但会不会竞争对手 比自己更擅长 更有优势 如果没法胜过对手 也许换个策略会更有效 书里举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为例 IBM是一家推出个人电脑的公司 从这个角度来说 IBM是命题简化者 很快就成了个人电脑市场的领导者 但不幸的是 后来的苹果公司 比IBM更擅长命题简化 搭配鼠标和图形化操作系统的 麦金塔电脑 更是出色的命题简化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 IBM有两种选择 贯彻命题简化策略 制造出比麦金塔电脑 更高品质的电脑 或者转向价格简化策略 去扩大市场销量份额 作者认为 IBM很难成为 比苹果更优秀的命题简化者 更有效的方法是 转型为价格简化者 像戴尔和惠普一样 推出低价电脑 占领大众市场 但在现实中 IBM哪个策略都没选择 结果就是 它对高端用户的吸引力 不如苹果 在低端市场打价格战 又赢不过戴尔 惠普 市场份额一路下降 坚持了很多年之后 IBM最终退出了 个人电脑业务 所以管理者要 综合自身和对手的情况 来选择合适的简化策略 选择策略的第三种方法 是做测试题 作者制作了一套测试题 从企业的成本结构 文化理念 产品定位等角度 进行了评估 比如你认为产品 或服务的价格 是最重要的东西吗 我们把这套测试题 附在了音频下方的文稿区 根据做完的最终分数 你可以判断自己的企业 适合哪种简化策略 好 我们来总结下第一部分的内容 有两种简化策略 价格简化通过降低售价 来大幅提升市场规模和收入 命题简化通过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创造出利润更高的优质市场 两种策略都能带来长期的高收益 在选择策略时 我们可以采取和市场领导者不同的策略 思考自己在哪个策略上更有优势 并做测试题来判断 下面第二部分 我们来具体说说 如何执行这两种简化策略 先说价格简化 作者把价格简化的过程分成三步 第一步是重新设计产品和服务 使它更简单更便宜 为了做到这点 管理者首先要找到产品的核心功能 尽可能削减它以外的附属功能 比如飞机的核心功能 就是比陆运和海运更快速的到达目的地 但很快 航空公司就用很多其他特征 掩盖了快速出行的核心功能 航空公司会宣传良好服务和可口食品 而这些都需要额外的成本 以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为代表的廉价航空 就是对航空领域的一次价格显化 西南航空把所有成本都花在了可靠的飞机 和经验丰富的机组人员上 其余无关成本一律砍掉 西南航空的班机上没有免费查点 座位空间更小 航班在较小的二级机场起落 比主要的枢纽机场更便宜更快速 这一切换来的就是远低于其他航空公司的票价 其次管理者要减少产品种类 最理想的情况下 公司只有一种单独的通用产品 减少产品种类有很多好处 这意味着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集中采购原材料 并以标准化流程生产大量产品 福特汽车快速扩张的关键之一 就是它只销售一种型号的汽车 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而且产品种类越少 顾客对产品的印象就越明确 越统一 这就减少了营销成本 方便产品未来进行国际扩张 最后管理者可以提供低成本的额外服务 来弥补削减成本造成的不便 虽然价格减化者要尽可能降低成本 但有些成本的削减也会影响顾客体验 拿宜家家具来说 宜家创立时的理念 是产品价格应该是同类家具的一半 最好只有三分之一 为了削减成本 宜家不提供送货服务 需要顾客把家具搬回家 再自己组装起来 宜家的销售导购也很少 顾客大多时候需要自己看着产品目录 来寻找挑选家具 由此造成的不便 可能会让一些顾客不愿意购买他的产品 为了弥补不足 宜家提供了很多其他家具店没有的服务 比如针对孩子的托儿所和游玩区域 以及便宜美味的餐厅和巨大的免费停车场 在周末和节假日 宜家里还有免费的娱乐表演 这都让去宜家购物成立一种全家出游的愉快体验 足以抵消自己运输组装的不便 而且这些便利还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比如托儿所让夫妇有更多逛宜家的时间 他们很可能买下更多的商品 本质上来说 宜家是减少了成本高昂的服务 以更多低成本的服务取而代之 这反而增加了宜家的吸引力 创造了额外的收益 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商业智慧 值得所有价格简化者借鉴 价格简化的第二步是重新设计商业系统 让产品的制造与配送更简单 更便宜 作者重点介绍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自动化 这是说产品能以标准化的质量 被大规模重复制造 这降低了管理成本和人力成本 自动化最常见的形式 就是福特发明的流水线作业 在1948年 美国的麦当劳兄弟尝试将流水线作业 应用于快餐业 这是流水线系统第一次用于服务行业 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早期的麦当劳快餐厅里 菜单只有包括牛肉汉堡 炸薯条和饮料在内的九种 每种食物都按照规定的流程烹饪 所有的汉堡薯条都是一模一样的品质 而价格只有其他快餐店的不到一半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 这套方式被复制到世界各地的麦当劳连锁店中 到1993年 麦当劳已经卖出了1000亿个相同的标准化汉堡 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快餐连锁品牌之一 重新设计商业系统的第二种方法是安排协调 这是说企业联合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相互协作 从各个环节进一步降低成本 拿宜家来说 宜家的产品种类并不多 所以宜家给制造商的订单虽然数量庞大 但品种单一生产方便 这就帮制造商降低了制造成本 所以制造商也乐于给宜家更大的优惠 并根据宜家的需求设计定制化的产品 一种比较特殊的安排协调 是让用户也参与到商业系统中 帮忙降低成本 比如宜家让顾客承担运输和组装家具的成本 而在麦当劳里 顾客也负责了一部分服务员的工作 需要自己取餐和收拾餐盘 这其实是一种双赢 企业降低了成本 顾客则获得了更便宜的产品 价格简化的第三步 是企业规模必须不断增长 如果你已经对产品和商业系统进行了设计 能够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销售产品 那么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扩大规模 因为你的对手很可能会复制你的计划 当它以更快的速度扩张时 你几乎肯定会失败 这里的要点在于 企业的规模越大 就越能进一步降低成本 当采购量足够大时 你可以和供应商交涉 让他们提供更大的优惠 或是提出更多的产品定制需求来压缩成本 像流水线这样的生产方式 也要有足够的规模做支撑 才能最大程度发挥价值 因此在价格简化者的发展初期 比盈利更重要的是扩大规模 规模越大 意味着竞争力越强 如果钱不够 就去找风险投资 当你击败所有对手成为行业龙头 这些前期投入都能挣回来 好 说完了如何实现价格简化 下面我们来说如何实现命题简化 命题简化的核心 就是设计出让用户感到愉悦的优质产品 我们可以从便捷性 实用性和艺术性这三个方向来简化产品 先说便捷性 这是说产品操作简单 容易上手 作者强调 这是命题简化最需要考虑的方面 命题简化不一定涉及实用性和艺术性 但一定会提高便捷性 为了实现便捷性 设计师要学会删减 史蒂夫·乔布斯曾说过 要通过删减按钮让设备更简单 通过删减功能让软件更简单 通过删减选项让界面更简单 在设计麦金塔电脑时 乔布斯删减了所有功能键和光标箭头 让用户用更简洁高效的鼠标来操作 在设计iPhone时 乔布斯也坚持没必要采用触控笔 手指就是最好的操作工具 在删减没有必要的功能和设备后 设计师还要让用户能直观地理解 如何使用该产品 麦金塔电脑引入的图形操作系统 让电脑用户第一次所见其所得 通过在桌面点击和拖动图标 就能完成各种指令 这大大降低了电脑的使用门槛 除此之外 让产品更轻便易于携带 也是便捷性的体现 从卡带播放器到随身听 再到MP3播放器 从台式电脑到笔记本电脑 再到平板 更便携的产品往往是新潮流的引导者 命体简化的第二个方向是实用性 产品性能更出色 质量更可靠 功能更丰富 或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都属于实用性范畴 很多优秀的产品能满足多个要求 比如谷歌搜索在诞生时 就比其他竞争对手搜索速度更快 结果更准确 每到节日还会变化logo 给用户带来精细 这都提升了谷歌的实用性 不过就算只满足一两条 也能成为成功的产品 比如戴森无线吸尘器 它主要是提供了更出色的性能 命体简化的第三个方向是艺术性 这是说让产品外观更美观 更有质感 使人赏心悦目 艺术性可以是硬件层面的 比如苹果的许多产品 从个人电脑到iPod再到iPhone 在外观上都呈现出一种 圆润简洁的工业化美感 艺术性也可以是软件层面的 社交网站Facebook在诞生时 主要竞争对手是一家叫MySpace的网站 MySpace并不注重版面布局 Facebook则提供了简洁干净的页面设计 很多用户也因此放弃MySpace改用Facebook 好 到这里为止 我们就说完了价格简化和命体简化的具体方法 可以看出价格简化的步骤 要比命体简化更复杂 命体简化只要专注在产品本身上 而价格简化不仅要改造产品 还要改造整个商业系统 这往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和时间 但这也有好处 相比命体简化 价格简化有更强的防御性 前面说过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市场里不太可能冒出一个新进企业 能把成本做到更低 就算真有这种方法 价格简化者也照样可以拿过来用 所以规模最大的价格简化者 有明显的先发优势 能占据行业领先地位长达几十年 宜家和麦当劳就是典型的例子 而命体简化者的领先地位 就没法保持这么久 创造力和企业规模无关 领先企业无法阻止新的命体简化者 创造出更有吸引力的新产品 曾经风靡全球的索尼随身厅 就被后来的iPod抢走了市场 而且如今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 一个突破性产品 也许只能流行五年或更短 就会被新的产品取代 命体简化是件没有尽头的辛苦差事 很少有企业能连续十年二十年的不断创新 一旦松懈 就可能被新进企业颠覆 介绍完如何实现简化策略后 下面我们换一个视角 如果市场里的领先企业并不是简化者 当他们发现竞争对手采用简化策略后 该如何应对呢 作者也给出了建议 如果竞争对手是价格简化者 领先企业要么是像通用汽车那样 选择命体简化策略 和竞争对手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要么是选择价格简化策略 以更彻底的低价来打倒竞争对手 在作者看来 以命体简化策略对抗价格简化者 这种情况很少见 因为制造突破性产品的机会很稀有 对企业的各方面能力要求也很高 一个企业面对挑战时 很难立刻拿出一款热卖的新产品 而且很多领域本身也不适合命体简化 比如在餐饮和家具行业 就很难对产品的便捷性和实用性 做出突破创新 所以大多数时候 面对价格简化者 领先企业的应对手段 是以更彻底的方式简化价格 不过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价格简化意味着重新设计产品和商业系统 彻底改变原来的成本结构和业务流程 生产和现有客户需要不一致的简化产品 还要开拓新市场 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要投入的成本和面对的风险都很高 短期内的收入会明显下降 还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成功 会面对很多内部阻力和质疑 只有少数卓越的领导人 能带领企业完成转型 成为优秀的价格简化者 作者认为更可行的方法 是领先企业设立独立的部门或子公司 让他们去探索价格简化策略 这些机构相当于开拓新市场的独立公司 有自己的研发 采购和销售流程 这就避免了前面说的各种内部阻力 也不会影响原有客户 等这些独立公司开拓出新市场 证明价格简化是可行的 母公司可以参考他们的经验 完成整体转型 还有种更直接的手段 是领先企业直接收购新兴的价格简化企业 并保留他们的运营独立性 让他们为自己开拓新市场 谈到这部分的内容时 作者推荐了另一本精管经典 创新者的窘境 对于领先企业如何开展创新 这本书有很多实用的建议 我们喜马奖书也做过解读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相关内容 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传送门前去收听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 如果竞争对手是命题简化者 领先企业该怎么办 作者认为这种情况非常棘手 因为很多创新产品在公布前 都被企业列为最高机密 花上好几年时间不断研发完善 而这些创新产品一旦正式推出 就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流行 完成对现有市场的颠覆 前面说的iPod iPhone和优步 都是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就风靡全球 所以当领先企业发现命题简化的对手时 其实已经晚了 无论是打价格战还是研发新产品 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还未必能成功 在这段时间里 竞争对手已经抢走了大量顾客 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和规模优势 作者的结论是 面对命题简化的对手 领先企业唯一有效的手段 通常就是尽早收购 即便要花上一大笔钱 总比之后市场份额被抢走要好 好 我们来总结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价格简化分成三步 分别是重新设计产品 重新设计商业系统和扩大规模 命题简化有三个方向 分别是便捷性 实用性和艺术性 当市场领导者面对 价格简化者的挑战时 他们可以设立独立机构 或进行收购 来执行价格简化策略 如果面对的是命题简化者 最好的方法是尽早收购 说到这里 极简法则这本书 也介绍的差不多了 作者认为 简化策略是贯穿商业发展史的 重要脉络 虽然采取简化策略 并获得成功的公司只是少数 但他们却创造了 绝大部分的商业价值 对于热衷高回报的人来说 简化都是首要策略 可能也是最优策略 除了经济回报 简化也让我们 以更便利的方式 享受科技的好处 拥有更好的生活体验 福特和乔布斯被人们所铭记 不仅是因为他们创造的商业价值 更是因为他们用极简法则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如果你想创办一家伟大的公司 就先从极简做起吧 好 极简法则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 词练书和事情 你对不起 öt� � tenga 词 词 词